大家好,这里是小城美食 炸鱼酥,有人用面粉,有人用淀粉 今天就来分享正确的做法 怎么炸都不成坨 而且炸出来的鱼酥,外酥铝嫩 好吃到停不下来 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捂回了鱼仔,加入清水 这个鱼仔已经叫鱼汤的老板把内浆都处理干净了 现在我们再一条一条的给它清洗干净 把鱼肚子里面的这层黑膜给抠下来 这层黑膜是腥味的来源 把它抠下来以后腥味就能够减少很多了 不管做什么鱼都要把这层黑膜给处理掉 把鱼仔进行第二遍清洗 第二遍呢,轻轻的抓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出来 放到肉腮中,沥干一下水分 先来准备一点料头 然后葱对半切开 拍一下,方便出味 把蒜也拍扁 葱姜也拍扁 把空水的鱼仔倒进一个大碗中 放入葱姜蒜 加一勺料酒去腥 一勺食盐入底味 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 再来点生抽提鲜 下手抓拌均匀 抓拥以后放在一边 腌制20分钟入味 接下来调制一根面糊 大碗中加入35克的玉米淀粉 再加入45克的面粉 打入一个60克左右的鸡蛋 再倒入60毫升的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炸鱼酥调面糊 用裂粉和面粉结合在一起 是最好的 面粉可以达到一个酥脆的效果 而淀粉则可以锁住鱼肉里的水分 让炸出来的鱼酥吃起来就会外酥离嫩 口感非常好 最后把面糊调制成这样 细腻无颗粒 提起筷子能够快速滴落的状态就可以了 鱼仔也已经腌制入味了 倒出来控一下料汁 把鱼仔挑剪出来 葱姜不要 再把鱼仔放到面糊中 直接下手搅拌均匀 让鱼仔都均匀的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糊 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鱼肉的水分 像这样每条小鱼都裹上面糊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刷锅炸制 起锅倒入食用油 锅中油温烧至七成热 也就是筷子放下冒小泡泡的时候 把火调成中火 再把鱼仔一条条的下入锅中 在油温够热的情况下 鱼仔一条条下入 这样子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 一次不要炸太多可以分两次炸 这样子才能够保证鱼仔熟得均匀 鱼仔炸至定型以后 用筷子不时的翻拌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中火炸至鱼仔全部熟起 大概五六分钟间把鱼仔炸至内部熟透 先把鱼仔捞出来 把面糊的残渣给捞出干净 把油温深至九成热 也就是冒清烟的时候 下入炸好的鱼仔 高温大火覆炸30秒 这一步是为了让鱼仔的口感更加的酥脆 30秒后看到鱼仔表面变得金黄酥脆 像这样就可以捞起来了 把鱼仔全部捞出来 控油 接着把炸好的鱼酥摆放在盘中 炸好的鱼酥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像我这样撒上一点椒原粉 或者是其他的自己喜欢吃的辣椒粉 孜然粉都可以 看一下我们这个炸好的鱼酥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外酥里鲜嫩的非常的入味 骨头都可以吃 鱼酥虽然好吃 但是也千万不能吃的太多 吃完以后多喝一点水 想吃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